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一级年最新情况曝光 东风只爆五珠火,舒晃一枪 广东队未免又停堵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广东南南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新赛季的广东队确实是 屈辱很多球迷的意料之外 为什么这样说呢? 本来很多球迷总是以为广东队是一只 依靠外软打球的球队 没有了外软之后,广东队的实力 很有可能会大幅度下降 很多球迷认为现在传华班的广东队 也许在新赛季的开始会遭入一定的困境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广东队 却给球迷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目前为止,广东队新赛季已经豪取五零胜 位居积分榜的第一名确实是非常的强大 传华班的广东队依然是筋不可摧 那么在今天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中 广东队以111比108的惊喜的战胜四川队 实际上看过本场比赛的球迷都知道 本场比赛广东队打得并不好 因为现在四川队早已经不是当初的冠军球队了 四川队的整体实力拼弱 按道理来说,广东队应该能够轻松的战胜四川队 然后本场比赛双方的比分一直紧要 到最后时刻才分取胜负 本场比赛广东队取胜的两大功成 那就是球队的后卫双子星 胡明轩和徐杰 本场比赛啊 胡明轩砍下了传场最高的36分 五次助攻 徐杰也拿到了24分 七次助攻 两个后卫就拿到了60分 几乎啊 占到了球队得分的一半以上 但是呢 本场比赛广东队的整体进攻啊 并不流畅 全队的助攻赤手只有18次 而四川队的全队助攻多达27次 广东队本场比赛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啊 主要凭借着两点优势 第一点就是广东队身后的冠军底润 在七次上面呢 击垮了四川队 第二点就是凭借球队的明星球员 胡明轩和徐杰的操场发挥 最终啊 广东队精蓝的以三分的优势啊 战胜了四川队 但是本场比赛啊 很多球迷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背着球迷们期待的广东战神 一锦零依然是高挂名战牌 没有登场比赛 可能很多球迷都知道 广东队在上一场大胜上海队之后啊 杜峰知道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 明确表示啊 一锦零在下一场比赛 很有可能会登场比赛 而且表示啊 一锦零目前 上市已经没有问题 很想回归赛场 那么在本场比赛 广东队引战实力拼弱的四川队 应该是一锦零登场找感觉的最佳时机 为什么杜峰却选择了输晃一枪 没有让一锦零登场比赛呢 很多球迷认为啊 杜峰知道很有可能啊 还是在有所 估计一锦零的伤势啊 也许还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那么因此啊 一锦零本场比赛 技术缺战啊 也就意味着杜峰知道啊 已经是止暴不住火了 在后面的比赛中啊 广东队的内心 依然会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那么对于一锦零的最新情况啊 广东方面 也是给去了最新的消息 一锦零已经参入到球队的合力 而且来到场边啊 现场观战 本人也非常想要登场 但是啊 广东队教练组 出了安全考虑啊 还是选择让一锦零能修 那就说明了 一锦零的旧伤啊 很有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那么现在一锦零是作为球队的精神领袖 如果说一锦零的上场时间 无法确定下来 无法提供稳定的登场时间的话 那么广东队所能依靠的内心球 那只有真凡人和素伟 这对于广东队后面的赛程呢 也会留下一定的隐患 OK啦 还有一个消息形式 那就是啊 居房正在寻找第三外软 很多球迷认为啊 很有可能会寻找一名大外软 用来防备啊 一锦零伤病曲线反复 然后用这个大外软呢 来进行顶替 作为球迷啊 我们也希望 一锦零能够将伤病啊 彻底养好之后 再选择登场比赛 如果说打打停停 很有可能会导致 屈心欧次伤病 这是球迷没了 最不乱看到的事情 如果说一年 再次遭入伤病的话 那么广东队新赛季的 卫民之路啊 恐怕又会增添 阻碍 球迷朋友们 认为呢 今天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